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十多名议员日前联名写信给行政部门 要求对在中国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有关的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进行介绍 一华 好的卡拉 由美国国会即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 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 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 日前是率领了15位的参众两院两党议员 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对于目前在新疆所发生的这个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这种重大的人权危机 表达深切的担忧 同时也呼吁要求美国行政部门能够尽速的对于中国有关的行政 有关的官员采取制裁行动 那么议员的联名性当中是特别谈到了 在新疆所发生的人权危机有100万甚至更多的维吾尔人 还有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被强迫送进了政治再教育中心 那么他们受到虐待 宗教的活动和自由也受到限制 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稍早 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所成立的维吾尔人权项目 是发表了一份长达56页的报告 整理了目前在新疆的人权侵犯的状况 那么报告当中是特别谈到了 在新疆的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理由 进行大规模的关押和再教育 这是一场重大的人权危机 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能够立即介入 向中国政府来施压 那么这份报告受到国会方面相当强烈的关注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是长期来一直关注 中国政府在新疆所采取的镇压的行动 美国军有机会在今年稍早采访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访谈当中也谈到了中国问题和目前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困境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时七位议员周三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说中国新疆自治区的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 遭受任意拘留 酷刑对宗教活动和文化的严重限制 其中包括被关押在所谓的政治再教育中心 蓬佩奥今年七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谈到中国问题和维吾尔人的困境 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示 我们认为他们在宗教自由这一点上站在错误的一方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受到关注的国家 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宗教自由都受到威胁 但是美国与许多国家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存在着宽泛复杂的关系 这包括中国 你们的受众应当了解 美国把宗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作为于每个交往国家讨论的核心 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驳斥了美国议员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些美国议员是没有资格 就少数民族问题来对中国进行恒加指责的 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宗教自由 信和不信和信什么 这是信教群众是他们自己的自由 那么我们希望美方能够正视和尊重事实 摒弃偏见 停止采取损害中美互信合作的言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告诉记者 美国议员应当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工作 而不是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并把自己当作人权的法官 中国在2017年4月 开始逮捕被指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 当地维吾尔族穆斯林 并将他们关在再教育营里 根据维族活动人士 人权组织和其他数据来源显示 估计有将近12万至100万人被关押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是的在议员的联名性当中 同时还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 依据美国国会所通过的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来向中国的有关的这个共产党的官员 进行制裁 其中呢包括直接点名了 新疆的党委书记这个陈全国 和其他的高级官员 以及其他帮助中国政府 在这个新疆所建立这个 数位化监控系统的企业 都应该要被制裁 尤其是包括经济制裁 和旅游禁令的制裁 议员的联名性当中 是特别谈到了说 这个制造新疆人权危机的 中国官员和企业 一个都不能来到美国 并且受益于美国的金融系统 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 有关情况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带来的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